已经服务三藩市超过50年的CYC社区青年中心 现实的服务对象包括室内超过8000个学生及其家庭 疫情期间,他们和市府合作推出了多个项目 包括受害人服务部门和商户援助基金等 但其实我想我们自己作为社会工作人员 其实我们都了解在社区上面 如果是有一个种族的社区 他们是不安全的话,其实整个社区都不安全 从学校关门开学延期到无休止的线上课程 疫情下的青少年们经历了太多 他们那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而种族歧视和仇恨事件这样的社会问题 是否也在学校内上演 大家好,欢迎收看《仇恨边缘》 我是主持人张鑫义 今天天下卫视请到三藩市社区青年中心 行政总监温静婷 一起来聊一聊青少年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的三藩市社区青年中心也叫CYC 它是Community Youth Center的简称 能否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组织主要是做什么呢 没问题,其实CYC社区青年中心已经服务了三藩市超过五十年 其实是1970年的时候成立 当时在华埠里面就有很多冲突的事件发生 都是比较暴力的 当时有一些关注的社区人士 他们就走在一起 开创了CYC社区青年中心 当时其实我们的名字就叫华埠青年中心 但因为在过去五十年 我们的服务范围也开展到不只是华埠 而是全三藩市 所以现在改了名字叫CYC社区青年中心 当然我们的服务是由青少年为主 由五岁至二十五岁 我们都有不同类型的青少年服务 包括教育或者就业 甚至乎是精神健康方面 又或者是青年领袖计划的训练 还有外资金的工作都有去到三藩市里面 所有不同的初中和高中提供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在 譬如华湾景区 列治民区 华埠和田德隆区都有我们的分部 也希望在每一个的鄰舍里面 都可以直接提供服务给大家的鄰居 不需要每一次都要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可能在华埠或田德隆区才可以得到服务 那问你 说什么时候加入CYC 久了 今年是我庆祝第25年在CYC工作 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来到CYC做工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 所以我们读完一个心理学之后 就很想为移民的社区服务 所以那时候刚刚CYC社区青年中心 邀请或者聘请一些社区的社工 尤其是针对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华裔青少年 我那时候就去投校 之后又很幸运地请了我 慢慢在CYC社区青年中心里面 我自己也都在里面成长 其实我做了CYC的行政主任大概已经有15年了 CYC也都扩展到 由我最初做的时候12个职员同事 到现在有150位职员 那么您刚才提到我们这个CYC不光是 我们的服务青少年 还服务有这个受害者一个 开了一个受害者服务部门 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会想要开设一个受害者服务部门 其实很多时候在华裔里面 可能都会发生一些抢劫 或者比如说入屋行劫 一些暴力的事件 很多时候可能他们会报警的人数是很少 我们所谓的underreporting 很多时候他们因为没有去报警 没有这个数字 我们经常都以为 其实暴力事件在华裔里面是很少事 其实不是一直以来都有暴力的事件 在华裔的社区发生 但是当然在疫情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仇视亚裔的言论 表现了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没有受到任何的挑衅底下 的襲击的事件 尤其是针对亚裔的老人家 是多了很多的 是一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 但是同时间的时候 有很多我们看到 尤其是亚裔的老人家 其实他们才是我们最弱势的社群 他们变成一个target的时候 我想自己作为做社区工作 其实都觉得很不开心 很複装 所以同一时间 在市府的办公室 有很多的 譬如说市参市 都有跟我们的社区机构开会 去了解到底可以做些什么 是可以帮到尤其是这些受害者 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可能 刚才我提过他们有语言的障碍 很多时候他们未必会肯去报警 首先不报警的时候已经没有人知道 那是怎样去提供援助呢 如果他报警之后 他又会不了解到法律的程序是怎样的呢 再不是他有财物损失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他有权利 可能他会申请一些州 或者是市政府的一些基金去援助呢 我们很希望透过我们一些识港 我们的港东话或者是国语 甚至乎其他亚裔的语言 包括说越南文 菲律宾话 和泰文 Kambodian 我们都有一些同事 可以用我们的语言的技巧 和我们对这个文化上的认识 是可以和他们建立到一个关系 而帮他们可以在这些不同的机构 不同的系统里面 是知道有什么权利 有什么帮助可以帮到他们 在他们的康复过程之中 不单只是他们可能受伤的伤口 但他们心灵的伤害 我们都需要照顾得到 所以怎样可以将一些 心理健康的服务 帮助他们也很重要 而最后一点就是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受害者 他们不单只是财物损失 有时可能说他们受伤的时候 去了医院 他们有些医疗上的费用 他们不知道怎样去付 可能他们有保险的时候 可能有购买 或者有其他一些东西 他们的现数是可能不包的 他们有积聚了很多财困 或者他不见了一些财物 或者在家里打劫的时候 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资金 去加强一个保安的装置 所以我们也作为 几个社区的机构 走在一起 也都成立了一个 叫受害人的基金 那我们就可以即时 运用这些基金 去解他们的燃眉之困 也有其他人 我想歧视一直都有 我自己都是移民的学生 在一路读书的时候 当然也会感觉到 为什么我们的对待会不通呢 是不是因为我是黄皮肤 但是我们也会说 我们要出声 要告诉你 我不该是你这样对待我的 你应该是对我们平等的对待 但當疫情時大家都會覺得很困難 或者很不知道怎樣去應付 他們很多負面的情緒 不知道發洩在哪裏 尤其當我們在疫情期間 美國總統很多時都會用Kung Fu Virus 或者用不同的冠名 將這個病這麽大的問題埋怨在亞裔 我想是一個很錯很錯的教育 亦都令到他們將很多憤怒投射在亞裔身上 變成了將已經有的一些歧視 或者是已經再升級 我想也是看到當人很多時面對一些災難 或者是一些大問題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怎樣解決 很容易他們會Skiggle 會找到一些譬如待罪的羔羊 就會覺得亞裔其實你應該要負責的 如果譬如他覺得他仇視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他好過一點 都不定 但這是一個很錯的投射 嗯 了解 好 讓我們先休息片刻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仇恨邊緣 讓我們繼續和三藩市社區青年中心 行政總監溫靖廷 一起來聊一聊青少年是否也在經歷著仇恨事件 那麼您剛才有聊到這個在新冠疫情下 亞裔群體的仇恨事件非常的多 那麼這樣的一個社會問題 是否在我們的青年群體裡面也存在呢 當然一定有的 也都可能不同程度 因為初頭疫情開始的時候 大家就尤其是由上學 變成是留在家裡上課 變成的時候 其實青少年他們沒有一個可以社交的情況可以做得到 當然線上上課的時候 遙距學習已經是困難了 首先他們要立刻去adjust 另一方面也都很depend上那個小朋友的家裡 其實有沒有提供一個很理想的學習的環境 譬如說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在華法的家庭 或者散訪的家庭裡面 他們可能在一個家裡 其實爸爸媽媽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 和自己都在一個空間裡面 那麼如果他們要遙距上課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覺得很難為情是開一個鏡頭 因為其實他們會很怕被人看到自己的家的情形是怎樣的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我們的社工想和他們check-in 你覺得怎樣 開心不開心 有沒有一些很擔心 或者有些什麼情緒的問題 亦都因為家裡的環境裡面 他們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有時候可能他們要去了一個露台 就是可能說後樓梯 或者是可能去另外一個走在街上散步的時候 需要跟我們的職員 才可以有自己的空間去聊天 變成有很多學生其實他們很loss 不知道到底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已經很害怕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家不知道打針有什麼影響 最初還沒有針打 只是很害怕跟別人去接觸 但是同一時間 他們亦都跟外界的社會是完全斷絕了 變成他們自己是根本沒有同伴的一些關係 同伴的support 亦都沒有其他人他們可以聊天 所以見到很多青少年很容易有情緒的問題 可能說他們沒有心機上課 不想開個鏡頭 不參與 全日可能就只是打機 或者做其他的事情 變成有很多青少年 我們亦都很難去接觸到他們 因為他們不上學的時候 可能沒有老師留意到 比較難去轉介 就算我們的青少年服務 都要立刻由in person 變成是轉到網上 或者線上 去做小組的工作 如果你問我們的話 他們投入的程度 差很遠 跟in person的時候 所以我們都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到他們投入回到我們的一些青少年的服務 一些討論 還有增加很多一些一對一的 check-in 去看看他們的心理情況 怎麼樣 他們的well being 是否可以 他們有沒有其他事情想談 或者談數 還有怎樣可以幫助在學術上面 還可以是 比如說提供特別的電腦 或者其他的一些 比如翻譯的機 或者其他的輔助 很多時候青少年 其實他們才是家裡的核心 他們的爸爸媽媽 因為可能英文不是那麼厲害 不知道最新的醫療知識 或者是有什麼訊息的 很多時候都是搞青少年 去告訴他們 原來哪裡有針止打 現在有一些新法例 現在有需要這些新的program 幫社區 他們都是很多時候 靠青少年去拿這些資料回來 變成他們其實壓力都很大 因為他們一方面要做了家人的代表 或者去了解社區有什麼資源 另一方面自己又沒有了一些同伴的支持 又或者是有時候 譬如有CYC 他們可以找我們的職員 去了解情況是怎樣 但是有些青少年沒有的時候 就會變成比較失敗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但是另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當他們是社交媒體的時候 也都開始看到一些很仇視亞裔的一些留言 或者是racial slur在網上 或者在線上 而他們是不知道怎樣處理的 又或者是他們可能盲目地 跟他們在網上argue 但是其實都不是那麼健康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發現的話 我們的職員都希望可以調解 其實初頭的時候 我們也做了很多個不同的講座 去解釋給青少年人聽 為什麼會有anti-Asian hate 這件事 那麼像這個社會問題 我們經常在新聞上看到的是 這些Asian elderly 或者是女性 或者是長者 受到襲擊 那麼在青少年這個群體裡面 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您覺得為什麼呢 我想同樣呢 他們都是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他們覺得很無助 也都覺得很不開心 也都覺得很dismpower 就是覺得自己很無能力 可以做到些什麼 也都聽到一些負面的新聞 是尤其是針對亞裔的 可能他們在同學之間 聽到的時候 他們都會傳到這些 以而傳而 說了這些 是一些不真確的消息 是說這個疫情 其實是跟亞裔有關 於是他們就會被人 pick on 可能會被bully 但是因為他們見不到 是線上受課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就會是網上的留言 或者上課的時候 side check 的時候 都會受到一些攻擊 但是你問我 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其實我想 在我們教育裡面 還是缺少了對每一個種族 或者對每一個文化的認識 和了解 以及怎樣去教育我們的青少年 他們要有open mind 去listen人 其實他們的story 他們的struggle 在什麼 每一個種族 其實來美國 我們全部都是移民 美國當初也是圓住居民的地方 我們所有人都是移民 無論是白人 西班牙人 又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中國人 但是我們每一個移民的歷史 都有我們很辛酸 或者很不開心的事情發生過 其實如果可以增加到 他們對每一個種族的了解 知道為什麼到今時今日為止 大家是發展到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有black life matter 所有的故事的最初 其實是怎樣演變下來 其實有一個系統性的歧視 令到其實很多有識人種 他們可能在社會上面 他們在階級上面的攀升 都是比其他人慢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壽視 如果我們可以更加了解 多些的時候 就會更加共用 那就不會有這麼容易 有racial discrimination 這件事發生 假如說我們現在有個小朋友 在學校裡面 因為他是亞裔 他是華人 而受到了欺負 假如說有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對他說了一些 racial slurs 他自己又不想回家 告訴父母的話 他能和CYC聯繫嗎 當然可以 我想最好是第一次跟老師說 因為教學老師可能也會了解到 另一位同學 是哪一位 其實他在學校裡面 也有教了很多老師 所謂的restorative circle 即是說 怎樣可以將兩個小朋友 放在一起 大家去了解一下 這件事 為何會這樣發生 給一個機會 給那個家害的人 了解到自己 對其他人的傷害 讓他認識到這個過程 他做了這件事 令到其他人很不開心 亦是令到他有一個機會 去apologize 去認錯 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件事件裡面 大家都會認識到 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將來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 應該怎樣去處理 當然如果學校裡面 沒有處理到的時候 當然他隨時可以 找到我們的社區中心的職員 我們都會做很多mediation 一些調解的工作 了解 所以說我們CYC可以提供 不光是給青少年提供 這方面的服務 包括心理上的輔導 然後包括家長也可以聯繫CYC 是嗎 了解 好 讓我們先休息片刻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仇恨邊緣 讓我們繼續和三藩市 社區青年中心 行政總監溫靜婷 一起來聊一聊 作為家長如何正確地引導 和教育孩子面對仇恨事件 那麼您剛才有聊到 我們這個小孩子 經常會用社交媒體 那假如說小孩子在這個 這個TikTok上 或者Facebook上 看到這麼多的Hate Incident 作為家長 應該如何正確地去引導 和教育孩子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想家長一定 不要覺得 不要看便可以 不要知道 不要問 沒事的 我想這樣是不行的 其實家長應該很開放式 和青少年去討論 去談論這件事 不一定要說誰對誰錯 我想也可以說回原頭 為何你會覺得 這個人會放這樣的言論 在網上 他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會否是分化我們的社會 加強一些種族之間的衝突 其實他的用處是甚麼 我們作為新一代社會的時候 清晴可以做些甚麼 杜絕這些 將不同種族分化的事件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會讓家長和青少年 可以在大家同一張台上去討論 當然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觀點和角度 但是我想有這個溝通 也很重要 其實可能當中 也可以令家長更加了解青少年 他們的思維發展去到哪裏 也可以幫他們 怎樣去分析這件事件 是一個很好的公民教育 那麼您覺得 作為教育的角度 和作為您幫助這麼多青少年 這麼多年的角度來說 我們如何從源頭 就停止仇恨事件 或者是仇恨犯罪的發生 我想其實 剛才我提過 就是應該在教育方面 其實就算我們教育在學校裏面 甚至乎由小學開始的時候 都可以加入一些課程 是多些是讓他們了解一下 自己自己的自己的自己的認識 自己的形象是甚麼 在哪裏來 我的種族是甚麼 為甚麼家人會來到美國 首先了解自己家裡的家庭故事先 之後也可以有一個很安全的空間 在學校裏面 可以和其他的同學 也都去了解一下 你家是怎樣來的 你家是怎樣慶祝 有些節日的 為甚麼你會有不同的種族 其實知不知道你爸爸媽媽 你的祖先是怎樣來的 我想由大家互相去了解 他們的種族 或者自己的背景的時候 會令到大家會共融 和可以增加大家互相的了解 我想同時也讓他們知道 我們要怎樣擁抱這個diversity 怎樣可以共融在一個大的環境裏面 有不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 大家是需要互相尊重的 我想這個value 這個家庭教育 在學校裏面 在家庭裏面 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是由小哥的個人方面開始 但是家長同時也都應該做一個榜樣 也都不能教青少年的時候 自己同一時間的時候 都以生作質 都是會有一個open mind 去了解一下其他種族的背景 了解一下為甚麼他們很多時候 都可能是被人歧視 為甚麼在這件事情裏面 系統上對他們有一定的 一些不停等的對待 我們應該是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我想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無論家庭和學校裏面 都需要應該有的教育 當然要作為青少年 或者我自己作為一個大人 我亦都是同時 每一分每一秒 無論我作出甚麼言論都好 或者我看一件事的時候 都應該很清楚去分析 因為我都要知道 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亞裔的時候 我在社會裏面的角色是怎樣 在亞裔的時候 很多人其他人的時候 對我們有些甚麼的成見 或者我們怎樣去告訴其他人 其實亞裔給人的感覺上 可能會很自私 只是想保持自己的東西 但其實我想我們自己作為社會公共同 其實我們都要了解 在社區上面 如果有一個種族的社區 他們是不安全的話 其實整個社區都不安全 如果我們真的要說公共安全的話 我們一定要和其他種族 站在同一個陣線 大家都是要堅持一個安全的底線 給每一個社區 亦都要讓其他人知道 如果我們去爭取一些 譬如說無論是資源 或者是爭取一些服務的時候 不是只給其中一個的族裔 而是給所有被欺壓的族裔 是這樣的 那麼除了幫助我們青少年群體之外 CYC在反亞裔仇恨犯罪方面 還做了哪些服務 剛才我提過有受害人的服務 如果譬如說 無論他們有沒有報到警 如果你知道你有朋友 或者是好不好錯看你自己 成為一個受害者的時候 你都隨時可以聯絡我們CYC社區清庭中心 我們都有一些專員可以去了解的事件 看看怎樣可以幫你 譬如要求一些賠償 又或者是怎樣去保障 譬如轉介你去心理健康的服務 或者是一些法律上的援助 但同一時間 其實在我們的program裡面 亦都包括了一些安全的社區講座 譬如說教一些 尤其是用不同的語言 我們用廣東話 國語 越南話 普通語 菲律賓語 都會用到他們不同的語言 是教育大家一些安全的提示 譬如說你乘巴士的時候 在街上的時候 在家裡的一些安全的裝置 又或者是譬如說 你個人自己的安全的意識 都會提點一下大家 希望增加他們的警覺性 還有知道什麼時候 就覺得自己一個安全的情況 或者你看到一些暴力的事件 作為一個徒人 可以做些什麼去應援 我想這些講座 都會對很多的社區人士都會有用 另一方面 我們也有去到不同的三藩市 一些很多亞裔聚集的一些社區 或者是一些商業的走廊 去跟一些小商業 或者在這些社區的一些領導 去跟他們聊聊聊聊聊 最近有些什麼東西 我們要留意或者要關注 例如說 上一輪的時候 和華域的時候 他們發生了很多一些店舖的 一些毀壞的事件 我們做外展的時候 也會提到其他的商戶 告訴他們 最近比較多一些盜竊的事件 大家要小心一些 可能要換好一些鎖 或者要加一些照明燈 盡量希望減低事情發生 非常有用的信息 感謝你們的到來 謝謝 好 今天的節目就告一段落 《仇恨邊緣》是一檔聚焦 反亞裔仇恨犯罪的訪談節目 我們今後 還會請到更多的社區領袖 以及政界人士 一起來探討仇恨犯罪 我們也希望這個節目 被更多需要了解 和需要幫助的人看到 讓我們一起共同努力 把周圍變成一個充滿愛 而不是恨的地方 我是主持人張仙義 我們下期節目見 正在收看節目的你 如果有任何問題 想要問我們的來賓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會仔細查看每一條評論 並聯繫該嘉賓幫忙解答 讓我們共同努力 為停止仇恨犯罪 貢獻一份力量